在这一段的《时日》中,我们读过一些大庭经论。 尤其是,最近,跟同俗在一起,学习着《无量手经》、《地藏经》、《华阴经》。 虽然我们这个课程才是开端,如果细心的体会,就能够齐如菩萨道。 真正能够做一个重大的转变。 不单对自己这一生带来真正的、真实的福报。 也给自己开拓光明的前处。 菩萨道上就在这里扎根,往后必然是一帆风水。 所以,经教要细心去体会,认真地去奉行。 刚才我看到你们同学揭露的这两张纸,人生感露。揭露得很好。 就这两张纸里面所说的,我们要能够做到了。 在世法里面,在世法里面讲,圣贤君子。 在佛法里面讲,真正的菩萨。 即使做到其中几条,这一生也受用不尽。 不但我们自己要做。 还要劝导一切众生。 建我们作为义务社交的一分子。 我们在世间,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尽忠之手。 把这个行业做好。 做得圆满。 今天,默元爵爵士给我们安排访问此地的伊斯兰教。 在新加坡,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 我们希望这是个好的开始。 希望在这个社会里面,将多元文化做得很圆满。 这对社会是莫大的功德。 是一件真正的好事。 是一件真正的好事。 希望我们互相了解。 互相的尊重。 消除误会。 消除误会。 消除各恒。 消除误会。 我过去,我过去曾经亲近过中国边疆的佛教领袖。 跟伊斯兰教领袖。 跟伊斯兰教的领袖。 我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相处非常和谐。 。 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离境。 我听到,我看到,很受感动。 。 这个理念,这个精神,如何能够推广到全世界。 。 希望,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都能够和睦相处。 都能够互助合作。 共同来创造幸福美满的一生。 作为一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我相信,这个是责务旁贷啊。 。 换一句话说。 我们一生就是为这种事情。 为这个事情而来,也为这个事情而去。 这种事情。 这一段事情在佛法里面,就叫做佛事。 佛事。 佛事。 ,也为它尊重之萃。 不仅如此。 我们曾經在江西山白首故, 信念要不断地脱开 无直径地脱开 无限量地脱开 我们自己遵守佛陀的教诲 认真努力 舍心 佛陀教我们 要心包太虚 亮度沙戒 心量圆满地脱开 我们起心动念 一尘 一某 这样 微小的善思 随着你的心量 也变时空发现了 也变时空发现了 我们说的太多了 尽随心转 就是这个道理 那周围 在寺院中晚上湿时 你们常念 其力变舍法 能不能变 你的心量 你不是一粒米 这一粒米就变舍方发现 一切众生都能够受用得到 如果我们的心量 如果我们的心量很自小 你念这个咒 没用处 静随心转 静不时随咒 转 这一切众生都能够受用得到 诸位要懂这个道理 咒 是赠上云 心是轻因缘 没有轻因缘 苏上云 用不上力 果然 兴包太虚 亮州沙基 那这个州的增上云 就起很大嘴 所以根本是在心地 心地要善良 心地要真诚 心地要真诚 心诚 我们的行 行为 自然就端正了 真正的功夫 是在这里 所以人生 夜生 最幸福的 是有几个 志同道合的 朋友 天天相聚在一起 朔经论道 这个是无比殊胜的生活 这种生活环境到哪去找去呢 西方几座世界 你们在镜上看到 那个地方的人 来自十方 来自三界 他们能够把 以往旧的习惯 旧的习惯 旧的习惯 都能够舍息 都能够放下 亲近阿弥陀佛 亲近祝佛 如来 每一天 跟这些同餐道友 你看 或在地上 或在空中 或是精神 都是在说均论道 修说环境之完美 西方世界第一了 这个是我们 真正向往的 真正羡慕着 我们非常想过这种生活 树立 丁心 一个模范 表演给世间人看 他们要发现 看懂了 他也会很羡慕 也会发心 认真学习 像我们先前一样 那么这一种事情 油带我们来推广 油带我们来发扬广大 特别是在这个社会 具有影响力的社团 或者是一些人物 我们更应该 与他们交流 互相来学习 这些人在佛法里面讲 都是具有善根福德之人 没有善根福德 在这个社会上 不可能具有影响力 所以在这个世间 具有影响力的 具领导地位的 都是过去生存 修复极善 所获得的果报 如果我们能 以佛法 与他们交流 必定对他们产生影响 增长他们的善根福德 就能跟世界 带来安定和平 繁荣幸亡 消除一切 人为自然的灾害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做 说到 做到 而且都说 逢人 就说 那也许有同修说 那如果是不弃机呢 我们在华言会上看到 清凉大师告诉我们 华言有十种机 细细观察 他所有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 不在这十种机制内 现前他不得利益了 可以给他做 语音 正是所谓 一列而根 勇为道众 从这一点去观察 哪一个不是佛法的当机队 那一个不是佛法的当机队 哪一个不是佛法的当机队 佛佛法的当机队 佛法的当机队 这个话是真的 无论他 无论他 有知还是无知 无论他 对佛菩萨 恭敬还是 毁谤 都有大福啊 即使是毁谤 毁谤 之报 报警之后 金刚种子 欲言 还是其作用 还是因此而得度啊 这个得度就是 辽生死了 朝三界 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够 因为他毁谤 我们就不说了 那这是我们的故事 他毁谤 我们不受别的 我们念一句 佛名给他听 念一句 菩萨名给他听 给他做 来生得度的 应验 那我们对得起他 你们同学 记录的这两章 果然做到 自行化他 红发立身 决定处处受到一切众生的欢迎 受到一切众生的爱带 希望同学们 要共同勉励 平常生活当中 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 砸心鲜化 没有意义 虚度光阴 非常可惜 没有人 没有人谈话的时候 读经 愚人谈话的时候 愚道 没有一句 是闲言 这就是 急功 来的 今天 我们去访问 伊斯兰教 他们使用的语言 是英语 你们熟悉英语的同时 多多将佛教教语 介绍给他们 对人 和爱 亲切 每个人身上 带一点小礼物 先介绍 然后就给他们谈话 把佛陀教育 这个新的概念 传达给他们 非常重要 可能 他会让我 说几句话 我跟他们讲几句话 也可能需要翻译 你们同学当中 想一想 哪几个人来挑翻译 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我们这些 英语的小册子 都带下去 如果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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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级 路线带 这个英语方面 也都带一点去 给他们解释 也多带一点去 平常 我们都要 我们都要 有这个 心理 给一切众生 给一切众生 广集法语 我们不说善言 善言跟物语是相对的 我们解释 我们解释 法语是超越善悟 善悟 碾定不住 这个云好啊 这个云才真正殊胜 卧云招来的卧报 善言有善报也报 所以祝福如来 在生活上给我们实现 三一一波 善悟两边都不占 这个生活 诸位要细心去体会 才知道 那是大圆满 大自在的生活方式 值得觉悟人去学习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今天时间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